孤雄 有的時候啊 這個政治比子彈更凶殘 你看我幹什麼呀 不是我說的 江委員長說的 你說什麼 我不能去救他 倒說得對 我要代表共產黨 去見余棒成魏九峰 現在不能扯上沒有必要的事情 任我為重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们 我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是清白的 我们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我说了 我没有怀疑过你们 你们在一起那是迫不得已 我现在不去救她也是迫不得已 你不去是吧 行 那我去 你 小猴子 刘飞 小猴子 快 给沈小姐磕头 求求您救救我爹 求求您啊 救救我爹吧 沈小姐 你是个好人 以前的事情我不想说 也说不明白 不过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我不是他老婆 可是小猴子 他毕竟叫了他九年的爹 我求你了 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爹 沈小姐 求求你了 您也是共产党吗 何平安可我承认了 他是共产党 咱连这都告诉你了 你知道吗 我大哥就是被共产党给杀的 你还敢跑到这儿来求我 我现在恨不得 亲手杀了何平安 沈小姐 我求你了 毕竟他救过你也救过你弟弟 你就救救他吧 好不好 出去 不管有多大的愁 都能可以化解的 沈小姐 沈小姐 快走吧 快走吧 我求你了 你们猜想怎么样 快出去出去 我求你救救他 救救他吧 沈小姐 小姐 刘世明到了 您还准备见他吗 可别忘了上次他 让他在后花园等我 快快快快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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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虎 你凭什么开仓放粮 凭什么 凭什么那邓风打仗 要我们施共粮 我找谁说了一下 快点 快 继续搬 干活 我们唐德的粮食 是供给给重庆的 还要养着你们这些当兵的 还要运到前线 要是断了粮 谁负这个责 魏大哥 你是舰长 当然你负责了 快点 等会 好 既然我负这个责 那我就负责到底 是 别动 魏大哥 你这要干啥呀 你们想要粮食可以 让你们师长打报告 给战区长官 战区长官给我这个县长下命令 我就给粮 魏县长 你要是真有意见 你找我们于事做去 咱哥俩可是共患难的啊 你别为难兄弟 都闪开了 据我所知 你们师事军纪严密 对擅自抢粮者 各杀无论 有 魏县长 魏大哥 你这是要跟雷某撕破脸哪 我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弟兄们 把外卫的粮食搬走 收队 你来了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何平安 你为了何平安 为了何平安 你为了何平安 不惜来求我 我求了你整整五年 求你跟我说句话 求你给我回封信 求你多看我一眼 你都无同于衷 明天晚上 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 可我还在求你原谅我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你只是不屑一顾 现在你居然为了一个 只认识几天 甚至对你巨心叵测的男人 来求我 你到底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刘世民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刘世民 敢不敢 跟我逃雪 敢不敢 可好喝 敢不敢 你敢不敢 我敢 我回旧何平安 我安排他离开唐的 还有你 我亲自送你们走 让你们远走高飞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我祝福你们 是是我让你救他的 我要杀了他 何平安害死了我爹 我要亲手杀了他 这儿 也要去嘛 你 也要去 谁 你 要之后 你 沈香菱都这么对你了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埋怨她呢 别担心 不一定要死的 不是她说杀就能杀的 是不是死在她手里 你也愿意 我明白了 什么都明白 玉紫阳回来了 你终于可以放心 不管我们母子了 其实这些年 你一直想去打仗 一直想做英雄 这是因为有我们在 是我们拖累了你对不对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埋怨我们 在恨我们对不对 我没有 我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这些年的太平日子 这是一场美梦 但梦总会醒的 是该醒的时候了 不 我不管你是好人 你不能就这么死了 我要跟他们说 你不是土匪 你是共产党 他们一定会把你留下来 让你去打日本人的 你要是敢去 我会恨你 我到死都会恨你 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啊 为什么不让我救你 为什么不让余紫阳救你呢 小猴子 总不能有两个父亲 你也 也总不能 有两个丈夫 有两个丈夫 合同了 嫂子 她是时间到了 回去吧 照顾孩子 走 走 我爸嫂子 走 我爸嫂子 嫂子 师父的电捆 离这么近还发什么电捆呢 是公寒 说咱们唐德物产富饶 仓库殷实 如果我们筹错不了物资 他们就要向上检举 说咱们唐德有贪官 欺人贪神 这场仗要打到什么时候 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每天都有上万人要吃喝呀 外边的粮食运不进来 偏偏这个时候 让我的粮食往外送 这不是要我的命啊 他们要的不仅仅是粮食 还有子弹 三千发子弹啊 我给张局长打过电话 警察局只有八百发子弹 我们上哪儿给他辩去啊 我明白了 明白了 他们这是在逼我呀 不想让我当这个县长啊 魏县长 这唐德的一草一木 都是您亲手建设起来的 您一走 他们会把唐德 变成一片焦土 您不能退呀 现在是战事啊 一切要为军事让路 你说我怎么办 我有办法 卫县长 粮食也罢 子弹也罢 我会想办法帮你提供 卫县长 刚才您自己也说了 战时一切为军事让路 我帮助了您卫县长个人 就等于支持了前方抗战 我为主风从来不欠别人的人情 吃过煮熟的鸭子吗 最硬 卫县长 我也不是平白无故卖给您这个人情 也是有一事相求 这样我们两处方便 不拖不欠 那你说 什么事儿 杀了和平安 你不想了吗 你不想了吗 我不是平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沈小姐 你 节哀吧 请魏县长替我报仇 令尊她 是被和平安杀死的 不是她救的你们吗 当时在江边 他们说你喊着她的名字追了过去 后来你们两个一起回来的呀 我那是要杀她 不错 和平安是救了我和弟弟 可她杀了我爹 当时日本人追杀我们 我爹他犯了病 走不快 和平安就想扔下我爹 我不敢 他就强行 把我爹扔到了林子里 我亲眼看见日本人杀了我爹 只要魏县长愿意替我报仇 我愿意为县政府提供粮食和弹药 好 好 你准备怎么报仇 盼和平安死罪 我亲手开枪 来 这第一口呢 我敬你 救了我一个 这第二口呢 我还是要敬你 感谢你 救了唐德的老百姓 第三口我敬魏县长 第三口我敬魏县长 谢谢你这一桌子酒菜 好 来 三口口完了 魏县长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就直说吧 你在唐德 待来救援吧 如果我没记错 魏县长在唐德也是九年 九年 整整九年 想当初 省礼把我派到这儿了 这个县长一干就是九年 奇了怪了 他也不给我生 他也不给我免 你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想离啊 既然魏县长答应考虑 那就说明有希望 虽然和平安救过他的命 但是我可以以三情团的名义 再加上余市长 我们一起施压 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答应 嗯 想离 我欠你太多了 这次我就算是拼上什么都不要 我一定让你办成心愿 只是 我希望 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 你看啊 我这叫名将暗生 你看啊 别的县长 他的顶头上司是省礼 而我的顶头上司 是重庆啊 宽儿虽然小了点 但是拳 可大了去了 你知道这又为什么吗 这几年我在唐德 多少也明白一些 各大粮商上头都是牵着大人 有的姓宋 有的姓孔 粮食运出唐德 不一定就送到政府手里 说不定就送进了宋家 孔家的门 说得好 咱喝一杯 是 所以他们把我调过来 其实是让我看着 说白了 我魏九风其实就是一条狗 是给重庆看着门的一条狗 狗 魏县长 心里面有苦 说实话 我确实苦 我是哑巴赤黄的 有苦说不清啊 所以说我这个县长当的 我能啊 这九年来我是战战兢兢 如履普并啊 唐德县长大概是 最不好做的 是 向连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 我保证让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我发誓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很高兴 能为我爹报仇了 我一定让你庆祝杀了何平安 夏琳 到时候我们 我现在只有心思 放在我爹这件事上 你看看我太鲁莽了 我只是觉得幸福来得太快了 我爱你 我累了 想休息了 好 你休息 我明天一定会给你带来好消息 你 你休息 你 你休息 有些事你不管吧 你对不起中央对你的信任 你要是管大了 人家反过头来还得怪罪名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唐德是个好地方 这个地儿是个封城 是个封水宝地呀 想当年 关羽封侯 在这儿吧 华容放走曹孟德 在这儿吧 说去他俩 我想起一件事 你知道不知道 我小时候最爱读的书是什么 三国 我能倒背入流 当年读书的时候 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 倒不是关羽和刘备 而是曹孟德 人才 人才 曹操 像当初曹操跟袁树打仗 当时也是全粮嘛 曹操让他的部下把粮藏打开 结果怎么样 天下大乱 场面时空 曹操一看这还老得 于是就把他的手下叫到了跟前 就跟他说 我为了平息事态 我想为你这样的东西 他的部下一听 丞相 您想接什么 曹操把眼一瞪 就说了四个字 你的脑袋 魏县长跟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 就是想来见我这颗人头 其实小时候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是不横而立 我当时我就想啊 以后我长大了别当官 我要是当了官 绝对不当曹操那样的人 但是我没有办法呀 这个世道 逼着我去当曹操 你做不成的 你要是能做曹蒙德 就不会请我来吃这顿饭 喝这顿酒 你还是心软 好 好 平安啊 其实那天你在酒楼酒楼 我就觉得 你是我的知己 能当魏县长的知己 我荣幸得很 我现在很难 真的很难 军队问我要粮食 我哪有粮啊 现在只有沈大小姐有粮 但是她跟我说了 她要亲自杀了你 才能给我粮食 我明明知道你不是屠夫 我明明知道你不该杀毒 魏县长 你喝醉了 醉能怎么滴 现在是濒临成价 我承认呀 我魏九峰这个人 一辈子是重情重义呀 我没想到 我要昧着良心去干这件事情 而且杀的我 还是我的恩人 你也不得了 魏县长 我这颗人头 借给你了 咱们的生死可就都在这个圈子里了 马修 你负责修筑第一层防御攻势 十天的时间 是 彭计生 你负责修建第二层防御攻势 七天的时间 是 而这第三层防御攻势由秦岳负责 五天时间 是 保证完成任务 这第一层防御攻势 要保证第二层防御攻势不被利用到 而这第二层防御攻势 要保证第三层防御攻势不被利用到 请你记住 这第三层防御攻势的后面 就是唐德 是 师座 你给他们三个人都安排任务了 那我老雷呢 留在城内 准备侧业 从这一刻起 做好一切准备 为了战斗 是 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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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块 还算不算数 五百块 还算不算数 当然 我说话绝对算数 这是我们沈家的全家宝 我可以拿它做抵押 你救我活命 保我平安 要不然 我砸了你的佛像 你要是敢把这佛像弄坏一点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堪 赶紧的 准备好了卡车 装备了粮食 越买越好 就停在下面 车就停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瞄准好了 你只要慢慢扣下弯机 不要用力 不知不觉子弹打出去 就能打住 稳住心神 稳住无息 放弯心跳 我已经被迷了 我觉得你惯了我 我准备了我 你准备了我 你们准备了我 你就是准备了我 你也不想到你 沈小姐 是我 魏县长签了判决说 明天你就要执行枪决了 知道了 只是一句知道了 我还能说什么 我要杀了你 你不恨我吗 不会 九年前我就该死 这九年来 我是亏下的 亏了当年的兄弟 九年前你的那帮兄弟中 就有一个杀了我哥哥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的话 你为什么会是共产党 开始的时候 只想让自己吃口饱饭 后来 就想让所有人都吃上一口饱饭 为了一口饭 就非得走这条路呢 你是沈家粮行的小姐 你们粮行里面的粮食 足够铺满半个汤子的街道 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 你真的只是一个警察 哪怕 哪怕是个土匪 没有妻子 没有孩子 我们 想必会不同 那么 你或许 一辈子也不会看我一眼 可现在 我还是看不见你啊 至少 我们能看见同一个月 何平安 你就要死了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没什么的 没什么的 那我走了 其实 我想你 我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都只会 有什么话要对我 说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就是 你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是 你们 我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不明白 你千方百计要救和平安 却不告诉他 却让他一直以为你要杀他 对不起 我不该问他 别说你不懂 就连我自己也不懂 下车 你给我下车 沈香林 你为什么要害和平安 为什么 坏女人害我爹 你去死 你去死 我男人跟你无冤无仇 还三番五次地救了你 救了你们沈家 你为什么还要害他 为什么 把他们拉上车 待会沈家看着 明天安排一起走 你下来干吗 让沈香林下来 你们干吗你 你别动 你信不信我打死他 你放开我儿子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抓到何平安 还想害我儿子 想让何平安活着吗 想让他活着的话 就跟我上车 你以为你现在这样子 我还会相信你吗 小猴子你没事吧 如果我是你的话 哪怕别人只给我一丝的希望 我都会相信他 行 我们可以跟你走 不过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杀何平安 我一定会杀了你报仇 小姐 粮食和子弹已经在运了 十几个警察连夜运到县政府 人找好了吗 小姐 你放心 天一亮就能半途 好 这次我要让何平安死在所有人面前 绝不可以有差错 对了 小姐 柳芬和小猴子朝着要见你 放我们出去 放我们出去 沈香林 你这个骗子 你往恩负义 你的良心让狗都吹了你 你这个坏女人 小猴子 他救了你 救了你弟弟 你还要杀他 如果你再骂骂咧咧的话 我就把他拉出去喂狗 怎么 你还要再骂吗 你要是能安静下来 我倒可以跟你好好谈一谈 谈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 有分 其实我很羡慕你 得了吧 你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小姐 想骂谁就骂谁 想打谁就打谁 你羡慕我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 因为你很快就自由了 什么意思 只要等到明天 我顺利就下和平安后 就安排你们一起离开唐德 唐德城外那么大 你们三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到时候 你们就全都自由了 你要救他 你真的要救他 等等你把我弄糊涂了 你一会儿说要救他 一会儿说要杀他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杀他怎么救他 总之怎么救他 你不用管 我就想让你知道 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等到明天 我会把和平安带回来 你们一起离开这里 离开唐德 远走高飞吧 你杀了我吗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签 好 老子就宰了你 卫县长 对不住了 请卫县长替我报仇 不错 和平安是救了我和弟弟 可他杀了我爹 当时日本人追杀我们 我爹他犯了病 走不快 和平安就想扔下我爹 我不敢 他就强行 把我爹扔到了林子里 我亲眼看见 日本人杀了我爹 日本人杀了我爹 只要卫县长愿意替我报仇 我愿意为县政府 提供粮食和弹药 我哪有粮啊 现在只有沈大小姐有粮 但是他跟我说了 他要亲自杀了你 才能给我粮食 我明明知道你不是同分 我明明知道你不该杀他 我 魏县长 我这颗人头 借给你了 县长 沈家的物资 已经送到门口了 再加上咱们的库存 粮食一共是两万四千七百斤 子弹两千一百发 还有大洋一千六百二十块 乖乖 这沈家到底还有多少家底 你派人给军队送过去吧 是 我兄弟 还今不's 行 范畉 你等会儿 你到何平安那儿去一趟 你问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 要是有要求的话 让他尽管地 你要满足 是 你等等 必须慢路 放心吧 这是说好的五十个大洋 你收好 还记得答应我的三件事吗 不问缘由 不问夏洛 不问你是谁 那行 人我拉走了 儿子 爹啊 你可别怪我呀 你死后我还把你给卖了 你别再出什么了 否则人我不要了 大嫂 你放心吧 你男人一定会风光大脏的 总比你哪把破席子 扔在乱分岗子上墙 老何 你我也算是同事兄弟一场 你最后这么走了 我这心里啊 也难受的话 你老婆孩子啊 局里会帮你照看 你尽管放心 我这心里 可你这心 不是心 是草图 我想麻烦兄弟们 把我藏在那儿 为什么要来在这儿 有朋友藏在那儿 死后跟老婆拒绝 小姐 事情办妥了吗 都办妥了 这个人是今天早上 刚刚病死的 我看过了 身形跟和平安差不多 就是瘦了点 只要在行刑前 找到一个能够代替 和平安尸体的就行了 万事俱备 就差这一枪呢 咱们也要来 竟然会找到一个能够代替 有一条 一条